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要解决肚子痛的问题 我看到一个老牛 我看到一个老牛 那个老牛最明显的就是两个脚 头上两个脚 那个老牛最明显的两个脚 人的小时刻 人小的时候 会喜欢从那个老牛玩的 在老牛的牛脚上面 会挂那个小篮子 挂在他牛脚上面 人那个时刻 还是很真心那个牛的 把牛看成是一个生命 牛脚上面挂两个小篮子 那个时刻 是很真心的 把牛看成是生命 所以小时刻 愿意通牛玩 小时刻愿意通牛玩 在牛的那个 两个大脚上面挂了 两个小篮子 这表示什么? 人 很真懂 这是一个生命 那个牛是一个生命 后来人长大一刻 看到牛肉就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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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早就把牛是一个生命 这件事情就忘掉了 就想着牛肉 跑到社团里面一看 问 牛肉多少钱 那根本没有从生命 联想到一块 牛肉 牛肉干 一袋一袋 袋子就长给牛肉干 所以啊 想了想去 就从来没有从生命联想到一块 所以人就退化了呀 人就退化了呀 人就退化了呀 都忘掉了 还不如小时刻 小时刻还想到那个牛啊 是生病呢 还懂得玩呢 人长大一个 半想到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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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啊 牛啊 牛不是好惹的啊 牛啊 谁吃了牛啊 牛肉来报复的话 牛的灵魂啊 轻一点的 顶牛 头上了一下子 重一点的话 用脚来顶啊 或者有的那个脚是斜的 他会用一车来敲 一车来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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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上来敲 通一下子 够口一敲又通一下子 那个牛脚在敲啊 牛脚在敲啊 或者有这个牛的脏啊 牛肉吃多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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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那个牛肉啊 有这个牛肉干的很便宜啊 牛肉干很便宜啊 但是搞得不好 吃了一个 牛的灵魂就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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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牛啊 很浪化就瞪在眼睛了 那个牛啊 瞪在眼睛 哎呀,牛吃东西的时候,他的嘴巴反过来了 反过来,下嘴巴会跑到上嘴巴前面来 而且,这样的话,脸就歪了 牛吃东西的时候,你看下嘴巴 然后,牛吃东西都是脸之外的 脸之外的 实际上,你如果仔细注意看下,你那个 你那个脸是不低称的 表面上看起来,可能牙齿都有,或者什么的问题 表面上的现象,实际上是被牛附体的 所以牛附体里,牛啊 牛咬东西的是一次咬东西的 那,一次咬 嘴巴还喜欢学的,所以你的脸又有变形的 是牛啊,是牛附在身上 牛附在身上,牛附在身上 牛要附在身上的 我不应该吃你的肉 我不应该吸你的血 我不应该吸你的血 对,你说我不应该吃你的肉 我不应该吸你的血 我不应该吃你的肉 我不应该吸你的血 嗯,你说我应该像小时候一样 陪着你玩 我应该像小时候一样陪着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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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像小时候那样陪着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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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把你看成这个生命,是我错了 对不起,我没有把你看成一个生命,是我错了 继续说,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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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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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另外一个脚啊 你另外一个脚啊,实际上 你认为正常的那个脚有点问题 这个脚啊 被牛踩了一脚 这个地方 被牛踩了一脚 所以你表面看见这个脚没问题 实际上也被牛踩了一脚 就是只是没有踩的很字面的上而已 实际上这个地方有点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 那个被牛踩了一脚 被牛踩了一脚啊 你对那个 记得牛说对不起 对不起,是我错了 对不起,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嗯 现在我看到那个牛眼睛特别鼓啊 牛眼睛特别鼓啊 所以呢 你那个眼睛的 但是我不是看你人影出来的 我是看你那个 灵牌当中 灵牌的灵界资料上面 看得出来你的眼睛 下面 下面鼓了 下面一条牛眼睛是下面鼓出来 牛眼睛是下面鼓出来 所以你有这细微的变化是牛眼睛的鼓 比一半的人的鼓 但是提醒了以后你就感觉得出来 不提醒了有的人不一定知道 反正只觉得有点不太对头 有点不太对头 是牛眼睛啊 牛眼睛啊 你继续对那个牛说 牛说 对不起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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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要对那个牛眼睛说这么一句话 这是我第二次遇到 人家的安理当中也遇到过那句话 你要对那个牛说 你水汪汪的眼睛里边充满着泪水 你水汪汪的眼睛里面充满着泪水 对 你水汪汪的眼睛里面充满着泪水 你水汪汪的眼睛里面充满着泪水 你有坚持性的那个眼睛看不清楚 你有坚持性的那个眼睛看不清楚 不是长期的 突然一下子看不清楚了 眼睛的看东西糊掉了 看东西糊掉了 那个是牛啊 牛在哭啊 牛想到被人类吃的时候 他就自己在哭 一哭一喝 眼睛下来以后 就把眼睛看不见了 看不见的身上就掉在你身上了 所以啊 有时候你好好的 前一分钟眼睛还看得起一千块手的 后卫分子突然眼睛糊掉了 看不清楚了 突然眼睛糊掉了 看不清楚了 这个就是牛引起的 牛引起的 你知道 牛在你的身上越多 表明牛他自身受到的痛苦越多 他把他的痛苦在 迭加到你的身上 明白了吧 牛身上时间好多都从牛有关的 包括肥胖 什么这一类的 体重超重 都是牛引起的 体重超重 也是牛引起的 所以说 你现在对那个牛说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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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这句话 突然一个牛啊 它掉下来了 像一个皮囊一样掉下来了 我眼睛看到像一个皮囊一样掉下来了 不是一头牛的样子掉下来了 是像一个牛的皮囊啊 皮囊一样掉下来了 掉在那边 皮囊掉下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皮囊在那边 皮囊在那边 真的这个时刻 那个皮囊掉下来的时候 来了一个牛啊 一个牛啊 没有皮肤的牛 牛那个 它的皮肤啊 被割掉了一个牛啊 跑进来了呀 跑进来了以后 戴上它的 它的皮肤啊 戴上它的皮肤啊 戴上它的皮肤啊 盖在它的身上 就是那个牛啊 就带走了 也不知道穿了皮衣服的意思呢 还是 还是皮质品的意思 我就不知道了啊 好像盖在你身上 身上盖了一层那个牛 牛皮 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我不知道 你生物当中 你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我 想想 你有没有那个 或者皮衣服还是 反正一个 一个牛皮 是鼓在你身上了 刚才那句话 说完以后 牛皮趴一下子掉到地上了 像一件衣服一样 突然一下子掉到地上了 掉到地上的话 远处一个光毛的 就是身上那个毛已经都 不是毛没了 是皮没了 皮和毛一同 没了 就刚才掉下来的那个是 掉下来的那个是 那叫什么 就像衣服 就像皮衣服 但被皮衣服软 很软的一个 一个东西一层盖在身上 然后呢 趴一下子掉下来 掉下来的一个 远处来了一个 跑过来一个牛啊 牛的皮被扒了 就是一个肉啊 露在外面 然后他就穿上自己的衣服就走了 现在走了 那个灵魂走了 也就是说 你身上就是 应该被牛 被牛 被牛腹起了 但牛腹起的主要阵仗呢 这头牛啊 阵仗呢 就是那个 以皮包在身上为主 以皮包在身上为主 因为我看这口液 它啪掉下来了 还有眼睛呢 反正这一类的 但那个牛的肉脚围在身上 好像很奇怪 这样的动作是分离的 所以突然掉下来 那个牛跑过来 就 掺着这个皮 就走了 你的记性对他说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人类很残忍的 人类很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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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牛的皮和牛的身体分离了 把牛的皮和牛的身体分离了 这是很残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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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你说以后我再也不用那些皮制品了 以后我再也不用那些皮制品了 我再也不用那些皮质品了 我再也不用那些皮质品了 那好像是用那些皮质品去的 被牛腹体了 被牛腹体顶了肚子 眼睛也有问题 还突然一下子眼睛看不见了 因为皮肤还粗糙的感觉 外面啊 那边还有那个皮肤还有一些粗糙 和那个 那个好像不吃皮肤的 都出来一层了 好像外面穿了一层 皮的割下来的 有个东西在身上 在身上一圈了 好像在身上 但现在走了那个 你说以后 我再也不吃动物类的东西了 以后再也不吃动物类的东西了 也不想再使用那些 动物类的制品了 包括皮肌啊 皮手套啊 皮大衣啊 皮的什么之类的 也再不使用那些动物皮革的制品了 对这很明显的在杀掉的动物啊 这是很明显的去杀动物啊 好好 你要注意到啊 要注意到 这个时候那个牛啊 你带着它的皮啊 也就那个 相当于那个牛的灵魂一直存在 它身上一直没有那个皮 皮电头毛 一直是没有的 一直光着身子的 所以是一直光着身子的 一直光着身子的 一直光着身子的 好 再见啊 再见啊 好 好 好